支付宝 支付宝是阿里巴巴的核心产品 其庞大用户群体 可以带动阿里巴巴的其他业务 另外支付宝也是阿里巴巴最赚钱的业务之一 用户存在支付宝里的钱已经上万亿了 如此巨额的资金 阿里巴巴有自己的理财团队 可利用这些钱来钱生钱 支付宝存款上万亿 这不禁会令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支付宝这有安全保障吗 支付宝要是出任何问题 这将关系到8.7亿用户资金安全 所以多年来支付宝不断加强其安全性和提升用户体验 近日支付宝为了用户的资金安全 增加了延时到账撤回功能 用户给他人转账时 可以选择延时到账 转账发出后 如果发现被骗了 用户不能自行撤回转账资金 需要打电话报警 警方确认后 会提供回纸码 用户填上回纸码后 即可撤回转账金额 而对于支付宝自身的安全性方面 支付宝可以说是非常有信心 支付宝安全得本比央行高出2860分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公安部引导监会证监会有关部门联合主办的金融业网络安全工坊比赛 参赛着有蚂蚁金服支付宝的母体公司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银波银行财富通等20家金融企业 结果蚂蚁金服以13750分的高分夺冠比央行为10890分高出了2860分 由此可见支付宝的安全级别已经是国家级的了 用户的资金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笔者认为支付宝里存着大量的资金 要是安全性没有保障 央行早就出手将其关闭了 不过阿里巴巴把支付宝里的钱拿出来投资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央行在不断的限制其从支付宝里 可拿出来投资的钱的比例 如今比例已经上调至了50%了 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只能把里面的50%的钱拿出来用于投资 对于支付宝的安全得分比央行高出2860分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表示安全性比央行还高 厉害了 支付宝还有网友表示 所谓没有金钢钻不懒此起活 支付宝敢改变银行 安全性就必须不能比银行低 还有网友表示 支付宝里的钱被盗了 可以互赔 马云还是很靠谱的 小伙伴们 对于支付宝安全得分 比央行高出2860分 你怎么看 我只是想要做什么 再用一个紧张的 我只是想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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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